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召集大家一起去玩 但因为实在离开游戏太久了 很多东西都忘了怎么玩 所以我才上去几天就放弃了 2015年 我到了一家公司上班 认识了一个兴趣和工作经历都跟我很相似的同事 在一次聊天中 他偶然提到了他其实现在还有在玩游戏 而且玩得很投入 还会卖虚保赚钱 我问他是什么游戏 他却吱吱呜呜的不想说 最后他才说出来是金庸群侠侠传 听到的时候我简直惊呆了 然后跟他说 我以前也超迷金庸群侠传的耶 还为了打实战玩到翘课 熬夜 然后也当过武林盟主 相较于我的兴奋 他却不想要继续这个话题 一直想要扯到别的地方 我问他为什么不跟我聊金庸呢 他回我因为他觉得很丢脸 这么老的游戏他却还在玩 而且还玩得这么投入 但我却一点都不觉得丢脸 反倒是像是遇到一个有共同回忆的老朋友 一直追着他问 他玩的是经典版 基本上这是一个用怀旧路板来做一些变更后的版本 在武功上面的学习做了一些调整 拔掉了绝学 却在公告上说将来会开放 可是必须要把金庸自修到250集以后才可以进阶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金庸要自修到250集是非常非常漫长的岁月 许多人在等不到后续以后就离开了这个游戏 然后过一阵子一会回来看看 绝学到底开放了没 当然这些都是我后来才晓得的事 在知道他玩金庸以后 我跟他分享了我月银舞的故事 他为了想让我感受到以前的回忆 于是就帮我创了一个月银舞的角色 还入了古墓派帮我往上练 终于有一天我也下载了游戏登入经典版 这个游戏其实对新手不太友善 虽然以前玩过 但期间增加了太多的东西 完全摸不着头绪 听说游戏里增加了一个叫名门战役的东西 就在西夏布告栏前 我遇到了一群人 其中一个人叫小浪漫 他问我要不要一起打辽国入侵 就这样我第一次体验到这么融入金庸小说里剧情的战役 他不是看你本身角色的强弱 而是进去以后大家都是从一级开始 技能是看你选择的角色 完全不懂的我 当然是选里面唯一的女角色王雨嫣 而小浪漫他是一个很会打辽国入侵的人 我就站在他的后面 看着他解决一波又一波的敌人 慢慢学习操作 后来我才知道王雨嫣的技能很普通 所以很少人会选他 自此之后呢 我就爱上了辽国入侵 因为我的角色不强 却可以跟大家在这样角色扮演的战役里面一起玩 真的是很开心 认识小浪漫以后 他带着我开始慢慢认识了经典版里面的其他玩家 我又开始对金庸这个游戏燃起了热情 每天都想要上来玩一下 就这样 我跟金庸群侠传的故事 没想到又开始继续往下写了 下一集 我要分享在经典版认识的朋友们和故事 怎么觉得好像没有过多久 事情再不回想好像都快要遗忘了呢 想继续听我说金庸故事的话 记得按赞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就下集见咯 拜拜